因为张明恩胡宾青的事情影响了多少部剧 你还会看吗? 张明恩最近的人社也算是彻底崩塌了 在两个女生之间都没有讨到好处 最后与死忘破 一直苦苦追求的胡宾青甚至还主动找媒体接受采访 曝光了其中的缘由 但是,胡宾青虽然曝光了这些内容 大家也依然觉得他也不是好人 所以,在这段有关三个人的故事中 只有徐璐一个人现在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 至于曾经网报别人这件事情 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 而张明恩胡宾青现在不能够抱团取暖 也不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接受了 除此之外 由张明恩和胡宾青共同主演的《重图腾》 算是彻底不能够和大家见面了 虽然这件事情目前看上去胡宾青也是受害着 但是有一些细节大家不愿意相信 比如靠近低头是在询问表白结果 这个解释已经被大家当成疼了 所以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